第2282集 玉座大婚 眼睁睁地看着玉座大人失望 丞相与兰大将军也是面面相去 无可奈何 天机赶紧帮我查一下 东皇现在在哪呢 楚洋给墨天机发出了消息 墨天机迅速传下命令 可是人海茫茫 东皇踪影不见 简直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 逗留了半天 都没有能够得到东皇下落 楚洋失望的赶回摇晃天 一来一去 速度都是峰值点彻级别的 可这一往一返的心情绝对不一样 来的时候是带着兴奋带着幸福 爹娘 儿子要成亲了 这就接你们过来喝喜酒 喝儿媳妇茶的 可回去的时候 楚洋不知道自己的心中是多么的懊恼 自己这件事太过于心血来潮 着实是做得鲁莽了 时间太紧了 而楚洋打算以自己的修为赶到东皇天 再从东皇天下去 接着父母和墨天机等人的家人上来 加起来 统共也花不了十天时间 就能走完这个一般高手 十辈子都走不完的路程 可却万万没想到 分明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打算好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关键人物血泪寒不见了 对此 楚洋可谓是懊恼至极 可是一回到妖皇天 触目所及 竟是披红挂彩 直如遮天蔽日也似 楚洋迅速将心头的遗憾收起来 说什么呀 自己可是新郎官啊 哭上这脸像什么样子 做新郎 那就得有个做新郎的样子嘛 妖皇天落花城 此时此刻 经过战火洗礼的落花城 再度鲜花满天飞 芬芳三万里 令到满目疮痍 遍布焦土的落花城 再赴往昔的花园 甚至更胜以往 这 确实要归功于精灵一族 精灵一族 这次不惜撒出了 刚刚培育出来的生命之泉的泉水 更是将无数鲜花树种 撒落大地 让这三位里方圆的大地 到处都是鲜花吕草 这次 可是新进精灵皇陛下 迎娶四位皇后啊 正是自己家的事情 如何不花大力气筹备呢 走在路上 当真 如同走在鲜花段子上一般 满眼满心的生命气息 当真是说不出的心旷神移 各路英雄在得心之后 纷纷赶过来 离得较近的妖黄天的许多高手 早已经赶到这里了 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都有无数新的面孔出现 一天比一天热闹 唐家三少 唐阳伟 作为总理这一切的主持人 这些天里头 每天都忙的是焦头烂额 连上个厕所 都有人在外面拿着钱等着 这让唐阳伟怒火万丈 直接就爆发了 干什么呢 我拉个屎 你们都不让了 这还有点道理吗 有人阿语道 三少啊 这个拉屎 您可以天天拉呀 但咱们的赚钱机会可不多呀 您您就多担待担待吧 唐阳伟瞠目结舌 突然间就是暴跳如雷的 放你那啥子揉圈屁呢 什么叫做我天天可以那啥了 我咋 你才天天 你才天天那啥呢 楚阳这本才回到妖黄天 迎面而来的就是一顿拳头 一众兄弟一个不缺 全员俱守 孤独行董无商 傲邪云谢丹琼 莫天机苗不通 继莫罗克迪 妖宁宁 莫利尔胡言傲 伯梅夫人四娘楚乐尔 顾妙龄等等等等 大家都是笑着跳着 看到楚阳回来 就是一拥而上 将这位穷枭玉座掀翻在地 然后一个个纵身而上 开始叠罗汉 那真是撂下南北打东西 女人们在一边笑着看着 然后一窝疯着 进去找莫清武等人去了 在场不少有经验的 自然是先进去传授经验去了 楚阳被众人压在最下边 边笑着边求饶 哎呀 我这饶命 这可是我的大喜日子 兄弟们 兄弟们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真是你大喜日子 那真是你大喜日子 肯定给你面子了 只不过你大喜的日子 可不是今天呢 大伙上 众兄弟一整大笑 蹦得更欢了 如此的闹过一阵之后 众人才围坐在一起商量 听楚阳说了 下不去之后 众人竟斗一阵沉默 墨天机说道 既然这样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回去禀报一下 也是一样嘛 眼下当务之急呢 就是 你看啊 四个新娘子 总不能还待在这里啊 出嫁出嫁嘛 不能从自己家嫁入自己家 咱们先分分 清武当然是我这边了 这我当哥哥的送妹妹出嫁 这天经地义嘛 墨天机得意洋洋 我是大舅哥 一会儿喝酒呢 我要做首席 这个理由倒是天经地义 大家根本就说不出别的来 美的你 孤独行说道 我们大西天负责送补天嫂子出嫁 就这么定了啊 谁也不就跟我抢 谁想抢 就来问问我的黑龙剑 好 我们墨淫天这边负责送倩倩嫂子 倩倩嫂子喜欢穿黑衣服 我们墨淫天正好最上黑色的 正是株连碧盒 顺利成章嘛 谢丹琼赶紧抢进来 哈哈 为了抢个名额 连天都黑的了 墨可瑞比黑还黑吗 众人一起大笑 我们清宵天 我们中几天 董无伤 奥歇云一起出口 显然是不甘人厚 而其他兄弟也纷纷争了起来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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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个屁啊 你那边什么都没有 想让嫂子嫁那么寒碜啊 滚你点的 你这有什么呀 速度滚是正经的 眼看着前三个名额 转眼就被抢走了 其他人可都急眼了 眼看着就要摩圈擦掌地打起来 哼 哼 哼 哎 我说 姚宁宁大声咳嗽 众人却完全不予理会 太子爷气急了 搜得一下跳上了桌子 居高临下的大吼一声 动住手 听我说 简直是声如雷霆 众人一时恶然 随即转头看过来 人人眼中都充满了顽畏之意 哟 不错啊 你小子居然敢吼我们啊 你小子知道我是谁吗 董无伤斜着眼睛 行 不错小子 居然敢站到桌子上跟咱们说话了 你这咋这么高呢 奥斜云歪着头 下来 老老实实趴地做俯卧撑 要不然 哥几个将你拔光了 扔穿坑里头 季末罗克迪瞄不通大声的叫嚷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你们等我把话说完了 你们再说你们想怎么样 姚宁宁宁脖子一梗 我跟你们说啊 那紫邪情乃是我们家的 众人顿时就起哄 可姚宁宁仍就是大声说下去 紫大嫂 乃是紫霄天帝之女 那也是我母亲的闺蜜 林飘平阿姨的女儿啊 妖族正是她之母族 东皇伯伯也是紫霄天帝的结义兄弟 他们两个那正是紫大嫂 现在最亲近的长辈了 他们可是交代过的 无论从哪算 那紫大嫂也得从我们妖皇前出发的 就从妖皇宫出嫁 嫁入楚家 这几件事 我母后让我通知你们 没得商量 这妖太子有东皇妖后坐后盾 此刻底气显然极硬 说话的声音也粗了 气场十足 不料众人齐声叫嚷反对 不行 我们的大嫂就该由我们来送嫁 不管谁想抢 那都不行 东皇妖后也不行 你个小混蛋 你居然敢拿东皇妖后来压我们 大伙揍他 董无伤一声大喝 在场众人摩拳擦掌 将妖宁宁拉下来就打了一顿 妖宁宁这个叫苦连天哪 一边这个白石悬可叹了口气 天哪 我这位未婚夫可真是脑袋打结了 他说话怎么都不看上场面状况 在场这些个 好几个都有正牌天地身份的 每一个都是巅峰修为 毫不逊色于东皇妖后啊 你要是好好商量 讲事实百道理 或许还会有希望 一开始说的就很好了 以母族长辈为切入点 这分明占据大意吗 谁也反驳不了的 可坏就坏在最后一句话上 通知没得商量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这些人又是谁啊 你这么赤裸裸拿着东皇妖后的名头来压他们 那不是自己找难看 不自在吗 这个天下 除了他们兄弟共同的老大楚阳之外 还有谁能压得住他们呢 无数的大旗在洛华城四处迎风飘扬 倘若从高空看 下面几乎就是一片由旗帜构成的海洋 陪你穷霄武风云 半军傲视九重天 欲作婚宴 普天同庆 出征天魔 热血世诗 今朝欢饮玉作酒 明日血洒 紫霄天 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男儿必饮玉作酒 男儿必战紫霄天 此生饮过玉作酒 身为男儿已无憾 此去玉外战天魔 何惧埋骨紫霄天 一面面的旗帜上 写着各种各样的大字 最中间的位置 一杆耸天俱旗高高直立 一面不下数百丈长宽的旗帜 哗啦啦的迎风招展 旗帜上面十二个大字 分外醒目 今夜欢呼痛饮 明日 决战紫霄 各种书写恭贺新婚的大旗 还有世诗出征的大旗 彼此交杂在一起 却是那样的和谐 因为人人都知道 穷霄玉作的婚礼 其实也是九重天阙 决战玉外天魔的世诗大会 穷霄玉作将在这一天 对天下宣布 决战天魔 穷霄玉作等于是将自己的婚礼 自己的喜酒 作为十方天地聚首会师 决战天魔的壮行酒 如此婚宴 古今为夷 如此壮行酒 天下独一份了 人人都想喝到这杯酒啊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这杯酒 能够让自己今生的男儿热血 燃烧到极致 欢乐的时间 总是过得格外的快 转眼间 时间已经去到了十月初七 还有三天 就是楚阳迎娶四位家人的正日子 九节一众兄弟 在这几天里头 陆续离开 回去做准备工作 啊 当然不是回去各自的天地了 而是回到自己那方天地的营地 准备送嫁新娘的大小事宜 因为各方天地的代表团已经陆续抵达了 不务正业的大帝们一个个都提前跑了出来 仪仗团呢 随后而来 紧赶慢赶的还是慢上了十几天的时间 当然 对于偌大的仪仗队伍而言 这个速度 这个距离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从十月初七开始 似乎时间突然缓慢的像停止了一般 每个人都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缓慢了 所有人都有些迫不及待 等到初十那一天的到来 落花城 人山人海 貌似已经没有什么形容词 能够具体形容这里的热闹程度 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十大天地的高手 尽数在这里汇聚 有无数的多年不见 彼此没有音讯的老朋友 在这里突然重逢 指手相看 恍若隔世 然后便是狂喜的欢迎 同样 也有无数彼此之间乃是死仇的江湖人 也在这里意外碰头 可却没有当场动手 而是彼此间不约而同的相识一笑 第2282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